在赛德克族的传统文化里 男便女之是族人的传统生活牧师 而编织在赛德克族里专属女性族人 男性族人皆是禁忌不可以碰触志不及 忌不可以碰触志不及 梁 jurisdictions 一直在往的全部 好伙伴 谢谢 好伙伴 等下 来 我们的手机 六 七 八 九 四 好 再投我的桌子 再拿去 準備 4 6 4 2 然而在南投春陽賽的客族部落 年僅25歲的Wallis 不僅打破這項文化禁忌 8歲便開始 跟著奶奶學習這項傳統直不記憶 大學畢業後返回部落 開設守舊男性編制工作坊 去山上的時候 我是會變成這樣 應該是說我從國小 因為以前我國小的時候 那時候這裡還是平房 就是老一輩的房子 後來因為我奶奶在 我的爺爺 他在我六個月大的時候 到八個月之間就過世了 所以後來的有一陣子 就是因為爸爸工作的關係 我們都住在隔壁的部落 然後後來因為我自己很喜歡 就是小時候爸爸媽媽 就是給我奶奶來帶嘛 或者給我外婆來帶 所以那陣子開始就是 早上阿嬤她會很 我就覺得 為什麼有時候早上會聽到 咚咚咚咚咚這樣 然後就是後來 就是隱約看到說 我起就是隱約看到 阿嬤就是坐在地上 拿那個織布機 然後就在織布 可是那時候天都沒有亮 你就會聽到這個聲音 以前不只我奶奶 有時候部落的附近老人家 因為這裡很多長輩 他們都會織布 所以你早上就會 大概凌晨大概四五點 你就開始聽到那個織布機 那個啪啪這樣 動動這樣 我就說阿 老人家他們在織布 然後一直到我國小二年級的時候 我就開始好奇是 因為我奶奶他到底在用什麼 因為我小時候其實就沒有 跟爺爺生活過的經驗 所以變成是我在文化這方面 我其實都是從奶奶來學 然後他就看我 他就說你想學嗎 我就說好啊 Wallis回憶起這段織布之路 說到奶奶就是他的請問老師 小時候就對編織很有興趣 但是在部落裡 難免會有男性長輩無法接手 認為他不該觸犯傳統禁忌 Wallis的奶奶在107年底因病離世 原本每天凌晨會出現的織布聲 突然消失 讓Wallis近一年無法習慣家裡的女性 也意識到自己來不及 向奶奶學習到更多的傳統文化 後來一開始在接觸這一塊的時候 有的長輩會跟我開玩笑 他不會特別指責我或是什麼 他只會跟我開玩笑說 哎呦你織布了 他叫你啊你以後可能不能打獵了 因為像我在我奶奶生病那段時間 我其實有問過她 我說我想學地資的 然後學一些圖的 她說好 可是就是因為 有時候我們愛語 有時候自己的工作或是怎麼樣 就變成是沒有辦法專心去學 所以也在後期的時間當中 當我真的想要去做的時候 她可能又要常跑醫院 變成她也沒有辦法下去做 今年來因為奶奶的理事 讓Wallis行思到自己族群的語言 文化及傳統知不記憶受到嚴重斷層 剛開始不能理解父母親那一代 為何沒有一位長輩 願意承接奶奶的手工藝 但現在回想起 奶奶從小教育給她的觀念 其實就是學習不仰賴任何資源 依靠自己雙手 將文化重新鞏固起來 其實支部這東西 會讓我這麼吸引的一方是因為 到現在啦 奶奶離開之後 我會從支部裡面 其實我會去思考是我奶奶 她以前到底怎麼做這個東西 所以因為幫忙上很多聯合國 她其實曾經有一些政策 是在指著說 你台灣原住民的文化資產 是在世界上是已經 比你快消失 甚至是一個非常嚴重 需要被拯救的一個文化 可是在反觀台灣的政策裡面 其實這幾年來說 從原住民的環環土地運動 一直到現在 其實我們真的進步得非常的緩慢 可是我有時候覺得 原住民其實真的不太能一直依靠政府 以前國民政府或者日本人進來的時候 原住民已經養成一種習慣就是 伸手要的東西嘛 可是我覺得這種時代不可以再持續這樣子 而是我們原住民要學會 跟老一輩的那種生活習慣一樣 我們要學會自己照顧自己 在春陽部落裡 有一位國寶級的織布工藝師 早 阿媽早 哈囉 謝謝你 早安 我早安 早安 早安 慢慢走啊 慢慢走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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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稱她為張媽媽 總是掛著和愛笑容的她 今年已經86歲 20年前因為騎車跌倒 當時醫生宣判張媽媽無法再織布 她看著祖母留下的織布器具 可能面臨家族裡沒有人傳承 於是她費盡心思在老公身上 用了六年的時間讓張爸爸 代替她將織布文化延續下去 大概六十二十二十六年前 六十歲 張爸爸六十歲的生日 我給她買摩托車 她說 所以一會兒你幫忙我織布 她說願意好這樣 如果我馬上說 你要開始要寫織布了 一定不願意了 所以我給她買摩托車 六十歲的生日 所以買了 我在學校一個禮拜交大 所以回來說 下一個禮拜我開始 給你學那個織布 所以 還有考慮耶 沒有關係啦 因為我不會去打類了 沒關係 我教流年耶 對啊 可以教到流年耶 我現在很認真 在部落裡 主父母輩的長者 經常因為面臨無人承接 多少也改變 早期在傳統經濟上 男獵女資的思維 張媽媽想起當年 她一直鼓勵Wallis的奶奶 將織布記憶傳承給Wallis 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就像她當年 無畏懼部落族人的嘲諷 一心將自己所學的織布技術 傳授給張爸爸 以前我們有互相嘛 他不會的我會較大 然後 我們中年級的 一起長大的 大大阿嬤 所以我說 現在男孩子也可以啦 你跟張爸爸 可以織布啦 所以大阿嬤說 我沒有女孩子 我女孩子要借這個 所以我會交大這樣 他有來這裡問我 他說我要 我都活帶 我會交給大這樣 所以沒有關係 我的活帶是本來 我那個女孩子不在了嘛 他去美國啦 所以一個小的 他也是在高雄啦 到了高中 高中畢業就很會幫忙我 所以結婚就沒有了 因為養孩子啦 所以有一個阿公說 男孩子齁 沒有那個 裡面的雞雞啊 裡面的公雞啊 所以他們去打雷就 要鞏骨的回來呢 他說不會打到那個 雷 不會打到那個 雙豬啊 什麼都不會打到啦 他說公雞都要回來呢 所以不能摸這樣 然後我說 然後年輕大了 不能去打雷的話 可以鞏骨啦嘛 他笑呢 一直笑 哪裡讓孩子會鞏骨的 不會那個底下的 所以我有辦法 所以我該是 做一代那個 做上新的 給他省臉 你外面好了 好 差一個 哇 我覺得我用的比你好耶 我家會用的 Wallis 在春陽部落裡 開設守住男性編織工作坊 當中還有一位 同樣喜愛織品的朋友 李又長 Wallis 負責織織布 又長則協助打扮 剪裁及縫紉 工作坊裡可以看見 除了傳統服飾外 透過他們不同的族群思維 結合傳統原住民族風格 和現代感的小禮服 在部落族人及顧客間 都獲得了大家的好評論 我主要還就是覺得說 覺得說 就是 這邊的那個年輕人 越來越 脫離了他們自己原住民的文化 然後沒有去很看重這個東西 別的像別的大那個族群 他們的傳統就會維持得很好 可是他們的很少人才做 所以我想說 我手工好的話 我好像可以來做一下 他們手工的東西 然後來做做看 可是我也不是說 非常走傳統的 我是走比較現代的 對 然後去做改良 因為現在啊 像婆婆媽媽們啊 他們也比較喜歡現代的東西 傳統的還是會買 就是 對啦 瓦里斯做傳統的 做現代的這樣子 所以你看瓦里斯大 還是學這個 很好耶 嗯 張媽媽你會有 給他什麼樣的經驗 我鼓勵他 對 不會 怎麼看他這樣 對 我 我說 你這樣會 主步 會 會那個 因為有一個幫忙嘛 全部的 所以我要鼓勵他 盡量 盡量 盡量要學 就是這樣 瓦里斯在學習 支部技術過程中 背後有一位默默支持者 就是爸爸 雖然爸爸年輕時 沒有想過要承接媽媽的支部技術 但想起他小時候的印象裡 他曾經帶過媽媽到北部 參加工藝獎賽事 還因此得到相當多的獎項 比如說像這個媽媽以前 這個是她好像是拿到台北去比賽 什麼工藝品色那種工藝獎 這個拿去比賽還得了那個 兩個冰箱一個電視 還拿五萬塊 對 瓦里斯的爸爸想起媽媽生病那段期間 因為平時工作忙碌 幸好瓦里斯大學畢業後 回到部落陪伴奶奶 爸爸在那段期間也特別叮嚀瓦里斯 要將奶奶傳承的東西 用影像記錄下來 對日後要反復學習支部技術時 才有幫助 另外爸爸也提到 創新果然必要 但最傳統的技術 更需要被保存下來 當然我們這個賽德克 當然是男孩子是不能支部 可是這個我家裡的人 就是我姐姐還有弟弟 還有太太他們 都好像比較沒有興趣 瓦里斯因為時常 因為就在旁邊 時常到阿嬤這邊 看她支部 看她好像很會支 就是有點天分 然後到高中到大學那一段 就瓦里斯時常來接觸 跟阿嬤在一起 我媽媽看她好像 對這個特別有興趣 又很會支 又會去做那些 我媽媽教的那些東西 不管是做鑄馬 不管是一些 做那種設計那種 我媽媽都一直稱讚她 甚至連拉那個口環琴 還有那個像做鑄馬 都會教她怎麼去做 她也有興趣去做 那時候就特別有跟她講 我說如果妳要寫阿嬤的東西 我就說妳要把它用攝影的 攝出來做一個紀錄 以後妳要再去寫的時候 就會忘記了 我特別跟她講 像我們那個Lubong 就是以前的那個 製布那個 我說妳那個一定要去揮 因為妳們現在新的東西在做 那個是新的東西 當然是變化中在求變 可是最基本傳統的東西 我說妳一定要去揮 不管是那些鑄馬 是什麼去栽種 還有他們做那個經緯那個 做那個叫什麼 就是去理線那個 我說這個是最基本的 一定要去揮 如果妳這個不會 妳只是會新的東西 這個傳統的東西 就沒辦法傳下來 就是我對自己跟她的期待 就不會了 在賽德克族傳統文化裡 講究難戀女之 支部機嚴禁男性碰觸 可能導致無法支出成品 也會被視為對祖林不敬 男性族人上山狩獵時 會招來厄運 可能也會因而無法 成功通過彩虹橋 回到祖林的懷抱 但是面對族群文化傳承之路 巴里斯仍然不畏懼這項禁忌 在大學畢業後 選擇回到部落 並且透過平時的生活 才能夠讓自己的文化滋養 變得深厚 而家人及部落長輩的支持 更是他鼓足跨越 無數難關的勇氣 實實在在傳承 支部文化記憶 巴內古燒 馬伊馬瓦 還有一陣子